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8够个性 减寸头短发还不够 穿起西装来更像假小子了 时至今日 西装单品早已不仅仅是作为职业装的存在 而是随着潮流的发展 衍生出更多新潮个性的款式 满足不同风格的穿搭需求 更符合时尚审美 但即便如此 西装中最经典不挑人穿的 还是非黑白两色的西装外套莫属 像迪丽热8就穿了件黑色西装出镜 剪了寸头短发的她瞬间变身假小子 整个造型够酷够个性 很多人之所以对黑色西装有偏见 大多是因为这类单品的样式略微沉闷刻板 但其中只要在版型上做一些调整 让整体的扩形偏向宽松款式 同时强调间线 随性又不邋遢 就能摆脱黑色西装的后宠无趣感 风格自然也更倾向于休闲化 迪丽热8身穿的这款西装的剪裁 就较为宽松 但腰部却保留有收腰设计 既休闲随性 又能明确腰线位置 轻松凸显出好比例 西装加衬衫裙的穿法在时尚圈并不少见 干练又自带飘逸感的衬衫裙能弱化西装的硬朗特质 但又保留有西装搭配衬衫时的正式利落感 特别是短款的衬衫裙 穿上还能绣出大长腿 塑造当下流行的男友风穿搭 既帅气又带有几分小性感 像迪丽热巴就穿了件黑色西装搭配短款衬衫裙 深浅配色能提升造型的立体层次感 结合弧形的裙摆设计 极具慵懒随性气息 都说寸头是检验男生颜值的一大标准 对于女生而言也不例外 不仅会将五官和脸型全部展现出来 发际线也同样会暴露在别人的视线中 所以 普通女生还是不要轻易尝试寸头 就算是五官精致的女生 也要注意不要剃太短 才能再凸显英气的同时又不过于男性化 迪丽热巴此次造型便挑战了寸头短发 拥有高颜值的她完全能hold住这款发型 微翘的发尾更是平添了几分翘皮感 迪丽热巴这是怎么了 剪寸头短发风格大变 西装衬衫当群穿真个性 迪丽热巴的高颜值与好艺品 让她在塑造各种西装造型时都能嫁轻就熟 与黑色西装同样时穿好搭的 还有白色西装 经典的纯白色调比黑色更清新亮眼 又是亮色系中最好驾驭的一种 能让原本沉闷的西装造型更欢快明亮 无需挑选特别的款式也能穿出大气感 迪丽热巴便以衣身白西装造型出镜 搭配套装式的西装长裤 更显利落有形 简单抹上大红唇就能气场全开 偏爱休闲风的小姐姐 在穿着纯色西装外套时 不妨试试搭配阔腿裤 尤其是脱的款式的 既能增加造型的时髦感 也能借由宽松的裤型来遮盖身材劣势 同时拉长腿部线条 在穿着时只需要把内搭扎进裤腰中 就能穿出好身材与好比例 迪丽热巴这一身look就穿了件纯色西装 搭配拖的阔腿长裤 脚踩运动跑鞋更具新潮活力感 整个造型又洒又个性 印花西装是深受时尚达人青睐的一款单品 无论是经典的条纹 格纹元素 还是抽象别致的印花图案 都能让原本普通的西装外套瞬间时髦起来 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感 但未避免穿出俗气感 配色尽量保持在三种以内 越简洁才越好穿 迪丽热巴身穿的这款便是印花西装外套 单一的纹理图案既吸睛又不突兀 很轻易就能提高造型的辨识度 穿大不穿小的流行风潮 近两年延续到西装单品上 扩形西装也因此被带火 oversize的版型设计能凸显出挺式的肩部轮廓 宽肩 粗手臂 统统能遮住 复古而又自带帅气感 同时打破以往西装的呆板印象 想不潮都难 迪丽热巴此身造型便穿了件扩形西装 即便是纯色的款式也自带新潮感 整个人的气场也提升了一个level 对搭配不在行的女生 可以直接选择套装款式的西装单品 成套的设计无需考虑搭配问题 也能保证整体风格和衣着配色上的统一 内搭也可以直接套用 选普通的白T或者纯色吊带衫都行 既能弥补套装单品容易穿出呆板感的不足 也能满足不同场合的穿搭需求 迪丽热巴就选择了一件白T去搭配灰色西装套装 基础的配色自带高级感 结合9分的酷型设计 更显腿型修长笔直 迪丽热巴够个性 减寸头短发还不够 穿起西装来更像假小子了 想要把西装单品驾驭好 就需要多学习一些穿搭技巧 善于利用搭配来弱化纯色西装的单挑感 也可以挑战一些更个性独特的款式 让自身的气质更出众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